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他一句 就别跟我不客气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要回岛上去吗 海龙 你不能回去 我要回去 我一定要回去 我要回去找大小姐 我要去向她问个救济 玉莲她什么都不会知道的 她知道 她一定知道 那你想叫她怎么样 跟你去找夫人拼命吗 这不是把她往绝路上推吗 可又是谁把我推穿绝路呢 海龙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真的爱玉莲 我 我不知道 你要是真的爱玉莲 就不要回去 你这样会要了她的命的 我不管 我不管 我一定要回去找她问个明白 海龙 海龙 你看 那只船 刚才跟着我们的不就是那只船吗 她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是 会不会是 顾四爷那边的 那就叫他们来吧 我跟他们拼了 海龙 您不要胡来 我们不能把他们引到岛上去 你 我今天是不想让她来 我一会儿 你明天 她不能帮我 你不想让她闹路 我妈妈又没有人 我真的没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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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借梁贵风谋害四爷 放肆 你把他给我找来 我给你讨个公道 不用了 四爷 我已经把他的一只手 剁下了 四爷 四爷 木戒跟我说过 只要对主人时心时意 忠心耿耿 就一定会有好报应 我一直都牢记他的话 可是他错了 你不要再跟我啰嗦 汉武他在哪儿 兰儿 谁叫你又跑了敬老四爷 回去 快回去 里面 我 其后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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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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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 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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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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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吧 等明天我把礼物准备好 叫人送来了 你代我转给四爷 你干吗不自己亲自交给四爷 我要是自己能送 就不会求你了 我知道 四爷他嫌弃我 这 他是不会收我的礼的 四爷他怎么会呢 宝瑞 你是不是不想帮我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我替你送 我替你送还不行吗 你一定要亲自 把礼物交到四爷手上 告诉他 告诉他 是兰儿送给他的 你放心好了 好 汉王 宝瑞 来了 过来一下 赵爷 李爷 来了 好 里面请 请 好 四爷 客人们差不多到齐了 四爷 请您到这边来看一看 好 四爷 您看 有人给您送来了一份厚礼 是什么人 是兰儿 兰儿 是啊 他跟四爷要那么多的赏钱 就是为了置办这份厚礼 他人呢 他没有来 他知道四爷不愿意见他 他也不想在这种日子里 扫了四爷您的信 要说也难为他了 大家看看吧 四爷 四爷 怎么了 是 是什么 是 嗯 也不能去 是 是 是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好 你要是不享受 我就跟顺子发的他们把东西给翻了 不许你们动它 怎么 又舍不得了 我就知道 东西给你放在侧香房了 就是兰儿姑娘过去住过的那间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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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是凶多吉少啊 岛外的眼线说孟才山已经死了 可他们俩没有一点消息 那他们两个跑到哪去了 我总觉得这岛上还要出什么事 启妈 我想尽快把云儿送你出去 夫人 二九她请您过去一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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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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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 我会不会是 是什么 你们是不是有些什么事情 在瞒着我 小园 娘除了不喜欢你 打听海上的事情 还能有什么可瞒的 小园 我看娘操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你可别东想西想的给娘添乱 不会的 我 我不会给娘添乱的 小园 有些事情等你长大了 自然就会明白 可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要辜负娘 对你的一片苦心 姐 你别说了 我一定不会辜负娘的 娘 娘 起来了 娘 我现在去 我就把他吃了 我觉得 他说一个 我一定会为娘 为什么 我们觉得 我们就只是 一个小园 肯定 我们 有个 Training 放在乱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坐吧 远儿去美国的事 我向郑先生打听了一下 他说得从上海走 还需要办个什么证 要美国那边同意才行 还这么麻烦 郑先生说这套手续他熟 他愿意去上海为远儿办好 这能行吗 上海他是熟 可是他二弟在顾四爷那儿 万一要是碰上怎么办 就算是碰不上 他要是想回去报仇的话 发事情全给缴了 他要想报仇 用不着等到今天 这些年在岛上我观察郑先生 别的不说他对远儿还是尽心尽力的 我答应他把事情办好以后 我让他陪着远儿到美国去 那郑先生怎么说呢 他说他愿意跟远儿去美国 他早先就在美国嘛 那娘一定要再派个人 跟郑先生一起去上海 万一有个什么事的话 也好有个照应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娘派谁去呢 娘还没想好 娘 让我去吧 玉莲 你的伤刚好能成吗 没关系 就叫我去吧 玉莲 娘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太委屈你了 我没觉得委屈 说心里话 娘老觉得对不住你 娘 别这么说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 就让我跟郑先生去上海吧 看起来 这岛上真是没有别的人了 只有你跟郑先生跑一趟吧 大明尾 大明尼 大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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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太习 大明尚 大明尚 先生 小姐 住店吧 住店 你们是住在一起呢 还是分开住啊 分开住 住一起 这 她是我舅舅 雨莲 我们还是分开住的好 是啊 小姐 小姐跟舅舅住在一起 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 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 好好好 那我们就住一起 好的 好的 先开一间房间好了 好的 二零七房间 先生 里面请 谢谢先生 郑先生 你干吗要给钱啊 他帮我们离箱子那是小费 在上海都这样 这是规矩 大小姐不必多虑 大小姐 在上海你穿这身衣裳不合适 去换点衣服 我们马上去美国领事馆 我没觉得不合适 阿湘 这个阳哥 我没觉得不合适 我没觉得不合适 我还是让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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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合适 那你帮你帮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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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前面就到了 本来我想顾连黄包车的 可又怕你不习惯 我是不太习惯 是啊 郑先生 行事走走挺好的 是啊 郑先生 里面都是洋人吗 差不多吧 我就不进去了 干吗不进去 都已经来了 郑先生 我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 再说我什么也听不懂 该怎么办你都明白 你就去办吧 我在这儿等你 那好 你在门口等会儿 我用不了多少时间 你去吧 一定要问仔细 把该打听的事情 全都打听清楚 放心吧 你去吧 好 你去看吗 你去吧 我去找辞标 等着急了吧 没有 办得怎么样啊 表哥已经领到了 等回去填好了再给他们送来 这么简单 他们没说些什么吗 问了一些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 去美国干什么 有没有钱 到了那边怎么生活 你怎么说 我说 我们有的市钱 我们是到美国去开银行的 那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very good 就是非常好的意思 走吧 咱们回去把表哥填了 走吧 先生 回来了 二零七房间的钥匙 好的 给您 过来 刚才那个女的住几号房间 二零七 二零七房间 怎么 他们 少说话少打听 什么 梁贵凤的女儿来上海了